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旅游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来看看加拿大日常周末的旅行状况 卑诗省官员呼吁公众提前计划 并在这个预计会有大量旅客的周末保持安全 从周五到周一 卑诗杜伦预计将接待近50万名乘客 而温哥华国际机场每天预计会有约8.4万名旅客 全省将加强交通执法 特别是针对酒驾的监控 此外 卑诗政府也警告了野火风险 提醒旅客保持信息灵通病 做好准备 接着 我们来看看底特律的高尔夫赛事 美国高尔夫球手AXA BOTIA在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的比赛中 表现出色 他的球意外落在了17号洞的排水沟中 结果得到了免费抛球并 成功宝帕 他打出67杆 与Aaron Wright并列领先火箭 抵押经典赛 其他选手如Troll Merritt Eric Van Ruyen和 Cameron Young则落后两杆 最后 来说说安大略省Harold发生的家庭悲剧 警方释放了一段录音 揭示了在Harold一处农村住宅内 发现四名家庭成员遗体的更多细节 警方在接到福利检查的报告后 前往Carly和Steven Walsh的家中 发现了这对夫妻及其女儿Madison和儿子Hunter的遗体 录音中提到一名男子可能是用猎枪自杀 并需要清理现场以查找女性成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BC报道 随着加拿大国庆日的临近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官员 敦促公众提前规划并保持安全 因为预计渡轮 高速公路和机场将出现旅行拥堵 BC Ferris的高级通讯顾问Reed Seeddu表示 他们未尝周末做好了充分准备 并期待确保客户安全舒适的到达目的地 Seeddu建议没有预定的乘客 考虑作为步行乘客乘坐渡轮 以避免等待 BC Ferris预计在周五到周一期间 将有近50万名乘客 温哥华国际机场YVR也在为长周末做准备 预计每天将有约8.4万名乘客 省内其他地方的交通执法将加强 特别是在娱乐区和酒精供应的节日附近 BC政府还发布声明 提醒旅行者由于温暖天气和干旱条件 导致的野火风险增加 需保持警惕并遵守火灾禁令和限制 美联社报道 阿克谢·巴迪亚在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的第17栋时 球意外落入排水沟盖中的小孔中 获得了免费掉球的机会 他最终以低于标准干五干的成绩完成比赛 与亚伦·雷伊并列36栋领先 雷伊在比赛中打出65栋 包括连续5个栋中的4只小鸟 并在第18栋用21英尺的推杆结束比赛 泰勒、蒙哥玛利、特洛伊、梅里特、埃里克、范罗伊恩和卡梅隆 杨等选手紧随其后 22岁的巴迪亚选择跳过大学 17岁就成为职业选手 并在今年4月的德克萨斯公开赛上 获得了第二次PGA巡回赛胜利 比赛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秀选手 如15岁的业余选手迈尔斯·拉塞尔 他在PGA巡回赛首秀中未能晋级 但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CBC报道 安大略省哈洛镇的一起家庭死亡事件的警察录音 提供了更多细节 录音中 警察到达位于1200号线到13号的农村住宅 发现卡利、沃尔什、史蒂文、沃尔什 及其两个孩子麦迪逊13岁和亨特8岁的尸体 警方尚未确认家庭成员死亡的具体细节 安大略省省警表示 埃塞克斯县分局的成员在6月20日下午 访问了该住所进行健康检查 社区继续为家庭成员哀悼 并准备即将到来的葬礼 女性权益倡导者朱莉·拉隆德表示 警方需要对信息保持透明 特别是在涉及性别暴力的案件中 警方最初告诉媒体和公众 他们在进行突发死亡调查 并且没有公共安全威胁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Katons Flat酒吧曾经是南半球最长的酒吧 居民们常常向游客讲述一个关于幽灵的故事 据说这个幽灵能让啤酒杯悬浮在空中 然而 这个幽灵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 酒吧也因为大部分时间关闭 而失去了当地居民的光顾 Sharen Witt意外购买了这家酒吧 他的家族与这家酒吧有着深厚的渊源 他的祖父母曾经在这里工作 Witt最近重新开业 吸引了许多居民前来 他们分享着关于悬浮啤酒杯的传说 尽管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一个饮酒式编造的故事 但他为这个小镇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Witt希望通过重新开业 让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吧重新焕发活力 BBC报道 21岁的苏格兰小镇Kelso出身的Oscar Anni 将参加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 成为少数几位参赛的苏格兰人之一 Anni从小在Kelso Willers俱乐部练习骑行 他的天赋早在10岁时 就被俱乐部的当地冠军David Berger发现 尽管Anni在职业生涯早期经历了多次锁骨骨折 但他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表现 最终站上了环法的起跑线 Berger回忆起Anni早期的训练经历 称他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爬坡能力和坚韧的精神 如今Anni的导师和一群支持者将前往法国为他加油助威 他们计划在比赛现场竖起横幅 为这位来自Kelso的年轻选手呐喊助威 《环球邮报》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 对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案件产生影响 法院认为联邦检察官在指控 Joseph Fisher时错误地使用了一项法律 这可能导致其他类似案件的重新审理 Guy Raffet是第一个因参与骚乱而受审的被告 他被判五项重罪 包括阻碍官方程序 Oath Keepers和Proud Boys的领导人也因类似罪名被定罪 但由于他们还被判其他严重罪行 裁决可能不会对他们的刑期产生重大影响 Jacob Chansley也因阻碍官方程序而被判刑 但他可能会寻求撤销判决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也面临类似指控 尽管裁决可能会对案件产生影响 但检察官仍有强有力的证据 可以维持对特朗普的指控 Yahoo US的文章 12款最佳旅行化妆包 为读者推荐了一系列适合旅行的化妆包 从豪华的Celine小型化妆包 到实用的Dual Vanity Case 每个化妆包都经过精心挑选 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文章还提到了一些特别设计的包 如ETRO的Caisley Print Makeup Bag 和Stony Clover Lane的Canvas and Vegan Leather Large Pouch 这些包不仅功能强大 而且外观时尚 适合不同场合使用 此外 文章还包含用户的实际使用评价 比如 有人对LoopLedge Original Mini Pouch的评价是完美的尺寸 可以装下钱包 钥匙 手机和唇膏 比看起来能装更多东西 这些细节使推荐更具说服力 Yahoo US另一篇文章 Pink情感告别女儿 Vilo讲述了歌手Pink在夏季狂欢巡演中 与女儿Vilo的离别情景 视频中 Pink与12岁的Vilo在后台讨论她回家后的计划 Vilo兴奋地谈到 她将参演再见鸟的剧目 Pink回忆起Vilo第一次在Mamma Mia中登台时的激动 称她的能量超出了她的身体 Vilo希望未来能在百老汇舞台上表演 Pink对女儿的梦想表示支持和自豪 最后Pink在Instagram上表达了对女儿的思念之情 并开玩笑地说 你被解雇了 这段温馨的母女对话引发了粉丝们的共鸣 《独立报》报道了 Poloma Faith因病取消演唱会的消息 Face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由于从孩子们那里感染了各种疾病 她的声带受到了严重影响 无法在南安普顿的演唱会上表演 她表示非常失望 并向购票的粉丝们致歉 尽管取消了这场演唱会 Face仍计划在几天后的 格拉斯顿博里音乐节上演出 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英国巡演 Face的这次巡演 是为了推广她的新专辑《悲伤的荣耀》 这张专辑灵感来自她与长期男友 Nayman Lawson的分手 Face的故事 不仅展示了她作为艺人的职业精神 也让人们看到了她 作为母亲和个体的多面性 微报报道 世界排名第一的高尔夫球手内力 柯达因在西雅图被狗咬伤 不得不退出即将在英格兰举行的 女子欧洲巡回赛 柯达原本计划在伦敦郊外的 Santorian俱乐部参加 Iranco Team Series锦标赛 并未免冠军 她在Instagram上发布声明 表示需要时间接受治疗和完全康复 柯达最近在KPMG女子PGA锦标赛上 连续第三次未能晋级 这一连串的低迷表现 与她年初的辉煌形成鲜明对比 柯达在1月至4月间连续赢得5场比赛 成为近20年来首位做到这一点的LPGA运动员 她的下一场比赛计划 是7月11日至14日 在法国举行的Amanda Avion锦标赛 电讯报报道 英国车手杰兰特·托马斯认为 斯洛文尼亚车手塔戴伊 波加查可能会在今年 环法自行车赛的第一周就一锤定音 波加查试图成为 自1998年马尔科 潘塔尼以来 第一个在同一赛季完成环意大利赛 和环法赛双冠的车手 今年的环法赛程 从佛罗伦萨开始 第一阶段就有3600米的垂直上升 第二阶段还包括 两公里的圣卢卡大教堂攀登 波加查的阿联酋航空车队 可能会利用首周的机会攻击 以建立早期优势 托马斯指出 波加查在上个月的环意大利赛中 就采用了这种策略 第一周结束时 领先对手两分半中 波加查的主要竞争对手 乔纳斯、温格高 在春季的重伤后状态不明 这位波加查提供了机会 电讯报还报道了 今年环法自行车赛上 可能对波加查构成挑战的五名车手 包括乔纳斯、温格高、普里莫兹、罗格里奇、雷姆科、埃文内普尔、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和亚当、耶茨 温格高和他的车队在春季遭遇多次重伤 状态不明 罗格里奇在今年转会到红牛、柏拉、汉斯格罗赫车队 并在环多芬赛中获胜 埃文内普尔首次参加环法赛 尽管他不是纯粹的总成绩车手 但他在2022年赢得了环西班牙赛 罗德里格斯和贝尔纳尔是英尼士车队的两位领队 贝尔纳尔仍在从2022年的严重车祸中恢复 亚当、耶茨是波加查的得力助手 如果波加查发生意外 耶茨将接管整个车队的支持 悉尼晨报 澳大利亚板球队在世界杯中被阿富汗击败 这一结果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几年前 阿富汗是否会打板球 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还是未知数 但如今 他们在国际世界杯上击败澳大利亚 甚至在击败孟加拉国后 将澳大利亚淘汰出局 尽管这对阿富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并在国内引发了欢庆的浪潮 但在澳大利亚 T20比赛被视为泡泡糖板球 一旦泡泡破裂 兴趣也随之消失 相比之下 阿富汗的胜利给国内带来了极大的喜悦 居民们纷纷表达了他们的激动之情 如喀布尔的居民法扎尔拉赫曼所说 虽然阿富汗没有什么幸福 但板球带来了很多快乐 全球邮报 本周四 英国将迎来14年来的首个工党政府 尽管保守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英国民众仍然对经济复苏充满期望 近年来 英国的GDP人均收入不断下降 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 公共部门陷入资金短缺 税收负担不断增加 但得到的服务却越来越少 尽管公众渴望重大变革 但两大政党的竞选宣言 都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工党虽然承诺通过规划改革 恢复经济增长 但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计划能实现 一旦上台 他们将不得不在兑现承诺 和进行更大规模的改革之间做出选择 否则经济困境将进一步加深 独立报 尽管英国外交部警告游客 不要前往委内瑞拉 但欧洲的度假者仍然涌向 这个南美国家的加勒比海滩 山脉和荒野 Hover Tours等旅游运营商 向游客保证他们的安全 并表示委内瑞拉完全对旅游开放 近年来 由于经济衰退和犯罪率上升 旅游业一度崩溃 但现在一些旅行社正在重新开拓市场 特别是从波兰 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 委内瑞拉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包括美丽的海滩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然而 由于英国外交部的进行警告 普通旅游保险在该国无效 游客需格外小心 尤其是在卡拉卡斯等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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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僧 应该是 优优独立新型 guest 也订阅各种简单 也订阅各种简单 同时 中心的简单 互佛站成的短视频 订阅各种简单 海津 逛通链 中心的软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